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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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Schooling Guys, Adrian here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特別是跟一些沒有車的朋友介紹一下 一個共享汽車服務的公司 Commu Auto 共享汽車這個概念也不新 基本上就是 公司擁有一堆私家車 每個人都可以租用它一段時間 用完就停泊在那個位置 另一個就再租再上去玩 這樣的意思 在多倫多其實它也算幾多下的車站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 Downtown Toronto 你也看到在North York上面 都有大概三至四個站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住在Downtown 附近或者住在North York 其實你也是 會比較用得著這個服務 究竟它跟一般租車公司 即是Enterprise 那些租車公司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的分別就是它有不同的Plan 譬如現在這個 螢幕上面看到五個Plan 我個人建議 就是選擇最便宜 你看到最左手邊最便宜的Tier 其實就是不用memoratory fee 就是每一次租 每一次付錢 你當是每一次租一整天 就會是50元一天 還未計帳 那計帳是50多元一天 它這個服務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包有錢 最便宜的Tier 其實已經包了你基本150公里 即是說你給了50元 然後你頭150公里 基本上就不會有任何額外的收費 所以其實都很足夠 譬如你花一天去IKEA買東西 去這裏那裏 那申請這個memoratory 其實都很簡單 都是去官網做就行了 唯一有一件事你要拿的 就是你要去Service Ontario 申請這個Driving Record 基本上這件事你上網做就行了 不需要親身去到Service Center 你上網去這個GET A DRIVING Record 這個網 裡面它會有兩款給你選擇 你選擇最便宜就可以了 就夠做了 那因為整件事都是Digital 所以基本上你一收到這個Record 立即下載 立即上載回去COME AUTO那邊 基本上你就完成了這個註冊手續了 那說完那麼多前置的部分 是時候真實體驗一下 那這個停車場呢 就剛好是一個condo 樓下 所以它是室內的 你見到現在已經拍了幾格 基本上它這裡已經reserve 了幾個車位 是專門是COME AUTO的 雖然車站骨子 但是呢 它的車是不是真的骨子呢 現在看到沿著的車這樣走一圈 其實目測都看到它非常地骯髒的了 那麼我們拍片這一天呢 其實是沒有下雪的 對上一次下雪 已經說的是大概三日前的事 總而不是很大雪的 再加上這個停車場呢 是室內的 那麼你們可想而知 三日前下雪 還要它平時拍在室內 都可以搞到那輛車這樣呢 就明顯就真的沒有什麼人幫它洗車 還有它沒有什麼人幫它有一個regular maintenance 那麼都是基本操作 看到那輛車走一圈 看一看有沒有花有沒有凹 那麼我就可以用你手機的app 然後在那個app裡面選擇 start reservation 那麼它就會幫你的車 unlock 一進去到這個車內的環境 我只可以說它是非常加拿大 即是什麼呢 即是很骯髒 以及很骯髒 鏡頭拍出來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其實肉眼看是非常之骯髒的 即是裡面有很多餅碎 很多塵 很多一些不知什麼的污漬 那輛車是骯髒到 我們是曾經一度害怕它 究竟會不會有back blood 因為它也是一些布的燈 再加上它這樣的惡劣情況下 有床室是絕對不出奇的 那麼我們check了一會 仔細研究過就發覺應該是沒有床室的 但是我們是整程車都很stressful 不敢周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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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將東西放在後座 這個後鏡厲害了 你看看 三日前落的雪它都還在 基本上只剩下三分二左右的視線 然後我們還發現了這個 一個快要脫掉的一個 一條膠邊 你會看到它硬要用這個dart tape去黏著 我一度懷疑它這個位置是不是airbag的位置 研究了一輪 發覺不是airbag的位置 我也會放心 但是這個可以弄到這樣的膠邊 其實你都不難想像這輛車 經歷過什麼的糟蹋 假設你check完車沒問題了 要開車了 你會在前面的小櫃桶 找到它的車時 和找到一張credit card 這張credit card是讓你入郵用的 所以剛才我說 如果你去到中段 要入郵就用它這張credit card 就不用自己付錢 基本上你的服務費是已經包了 好 假設你已經玩完這個trip 然後要還車了 拍下車 適時 然後把車時 插在你一開始拿車時的機器 之後 然後把車在APP上按一個end reservation 就會幫你鎖開車 那你就可以走人了 說完內容 說一下實際的駕駛 其實駕駛上面 沒有什麼大問題 即是你給油 駕駛 那些都反應很快 還有整程的駕駛 基本上它沒有著過什麼燈 沒有什麼error message 那麼 我對這個commute auto的 評論就是 如果你不介意它髒的話 還有如果你只不過是用一天以內的時間 其實是ok的 因為它50元 就包括你有錢 within 150km 你當是搭兩程Uber 都不止這個價錢的話 其實它是抵想的 不過就要看一下彩數 看看你用的時候 會不會有車 或者你可不可以提早些預約度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這條影片 拜拜